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硬件第五波疫情爆发 愈来愈多的病人等候治疗 作为护理团队的一份子 我们走上前线帮忙 除了多了人手 最重要的是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 和实践的经验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照顾有需要的人 作为一位老师 我亦应该以身作质 带领同学一起贡献我们的知识和技能 在社区隔离设施里面的病人 多数都会住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 但由于体育馆的设计 和病人的情况 他们是不适合去冲浪 我们一班同学就向老师建议 增加一些免冲洗的抹身部 让我们可以帮病人去抹身 令他们舒服一些 老师和医护团队都很支持我们的意见 很快就添置了抹身部 令我们感受到自己的意见同样重要 老师和我们是同一阵线 更加体会到医护的团队精神 见到公公婆婆 从病重到稳定 最后离开站托中心 回家或护老院 真是很有满足感和事命感 无论在检测中心或疫苗注射中心 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种族 或者是龙眼人士 当时有一位先生就指着自己的耳朵 表示自己听不到东西 由于我不懂得用手语 起初我都不懂得怎么处理 但是最后我用了文字和手势 去跟他沟通 这次经历令我明白到 作为护士 懂得怎样简单地传达信息 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有时收到确诊者和家属的电话查询 都听得出他们是因为坊间的错误资讯 而感到焦虑和狂祸 要获得他们的信任 有下的沟通技巧可以令到事情事半功倍 令我更加明白到 护士必须要学会聆听 用心理解对方 有一次在检测中心遇到一位男士 可能他等候时间比较长 所以情绪都会比较激动 但是我都用一个很专业的态度 跟他解释一下待会坐影的流程 同时我们告诉他 我们关心他除了口罩说话 会受到感染的风险 最后也成功安抚到他 这个经历令我更加早会体会 如何去处理病人的情绪 护士是应该以病人的角度去出发 这样才可以真真正正帮助到病人 作为一个专业的医护 我们要勇于担当 只要香港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会走上前线 守护患者 我们是香港大学护理学院的学生 我们是一位护士 明镜需要您的体验 最后应该让您的情况下 明镜需要您的注意力量 提供等报告